第1個就是小型的入軌火箭 有了火箭以後 我們的衛星發展的一些元件 還有技術 我可以非常高頻率 非常快速的進行 取得飛行履歷 台灣沒有落後 台灣以台灣過去ICT的實力 還有我們太空中心 原來的一些技術 應該是完全有機會 去在國際間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半導組織一樣 改字為行政法人之後 就能夠提供更有彈性的制度跟環境 讓發展太空產業的能量更加的完備 和太空產業達到更完善的練兵場 也讓台灣的廠商能夠取得更完整的飛行履歷